有案在申請 那我是一個警惡人 那我是100年10月16號才滿幾十月 那我背負 我這一次連六個月的刑期是因為 那個方案刑事組談刑 那剛剛吳征所講的 吳征 他的心腹立場 還有他受到的那些問題的網路 我可以當個佛競爭 因為他的完全沒有影響 而且我是 他的事情大 增三堆 然後比較好一點是 他們只吃辣椒水 還是吃蛋糕 因為剛才有同學生日 所以我被刑守的方式也比較對 那我的案子是 我的案子是 也一樣完全都沒有證據 然後也是有事情大 他就誘導我 他就誘導我說 用恐嚇取材的方式 因為我們是網路 網路認識 然後是體驗請投在一起 然後我那時候也是因為 他們親自接到一通電話 說什麼是被人蛇集團控制 但是警方也調補到那一通 通年紀錄和那個通年合約 然後後來又有他們 因為我們那時候都是 下班以後就會到銀河去接送他 到那個中立的萬鋒技術學院 上葉二級 所以那一天他們又叫我去載他 我到現場的時候 就被台北四行大 四個人穿鑑衣服過來就打我 我發誘的時候 我被上手銬打 打下來說警察你幫他 那時候就直接被 以現行方帶我回家 回到我如洲家 到我如洲家 依照女方的指控那些說 我有掐炮 還有麻藥 之類的還有那個 就是說我有 他們那指控我有拍他們 那個裸照照相機 影的還是什麼的 結果我到我家 完全沒有犯罪工具 完全沒有他們這樣的東西 然後收這些東西 又把我帶回去 就直接在那個市裡看索所 我被羈押了四個月 那段期間我寫了多少 交保狀或者請求調查證據 他們調查人證明 檢察官都一一撥毀 然後檢察官根據他們 他們那個指控的方向 來指控我的時候 我們每撥毀一次 他們就想盲設法的 再去捏造一些 比較合理的指控 那時候我也是在 台北市行大曾三哥的時候 被他們這個 星球也有 然後威逼力也有 我比較擋的是 我沒有那些 影帶可以證明 但是也是像 像剛剛吳竹生他們講的 那個 那個故事是因為 台北市行大編出來的 所以非常不合理 他把我們那一段時間 大概超過兩個禮拜以上的時間 那種 網路夜景以後的交往的時間 融縮成 融縮成兩三天發生 所以最基本上就是說 從陽明山 兩點多 兩點多陽明山 然後下來 又到什麼 到盧州去見我手下 然後再到 他林口的家 去開通手機 他父親死了 把他的手機寄給我 然後 然後再回到 四零海洋公園 放我下來 然後他再趕回去 中能萬能技術學院 上一二季六點 還有沒有遲到 對 就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他那個 我也是像吳淑貞這樣子 剛開始我也是一直忍 一直忍 而且我在 四零海洋公園的時候 一些同學 像剛剛 尤其是講說 胡關堡他們 那些板架 非常專業 我好像遇到一個 朱家康 不知道是不是跟他們 好像還有一個老巢 在四零海洋公園 好像是不是跟他們 好像是星光的板票 然後 他們是跟我講說 你現在放共沒有用 那我一直忍一直忍 忍到四個月 我交保出去以後 我不知道 我三重的那個 蝴蝶谷 賓館 跟那個金山的賓館 汽車旅館 我要去調那些 錄影袋 調不到 因為他的保存期限 只有三個月 後來 我在開零的時候 我就一直忍耐 我就 我知道說 我現在如果講什麼的話 都會被想辦法 然後改變成有罪 所以我一直忍 忍到四零地方法院 開辯論庭的時候 被害人跟我 不是在同一個法庭 然後我就要求法官 在辯論的時候 收取一項最有用的 直接證據 就是 我當庭就告訴法官說 我跟他交往的事情 他的日記裡面都有行 至於他為什麼會告我 他日記裡面有有行 那我們 我有沒有最 翻他的日記 翻被害人日記來看 就最清楚了 結果被害人否認了 否認的時候我就告訴法官說 他的日記長什麼樣子 還有上訴 然後不是放在包包 就是放在休息車上面 結果法官回答我說 被害人是被告 所以他不收他 然後我就這樣被做 就被做了 然後我的案子也就這樣 所以我能體會說 吳徐生 他剛剛在講說 他在監獄裡面一直哭 雖然我以前有前科 可是我這次關的時候 我覺得我比其他在監的同學 然後告一 因為我無罪 我不應該關 只是我法律不懂 然後我在裡面關的 就關得很辛苦 然後對那些監所長官 在裡面還遇到一些打壓 所以就 沒有辦法跟他們相同路 在那個體制裡面 所以蠻關的蠻辛苦 連六個月都買起回來這樣 所以基本上 吳徐生所講的那些敘述 我都親身經歷過 而且他採取的方法 就是說先妥協 然後再找機會 找機會想證明自己的清白 這一點我蠻能體會跟認同他的 因為我本身就是這樣做 可是 就像 大家剛剛說問的問題 面對這麼多矛盾 而且證據完全不存在 只有自白而已 他就定我的罪 法官還是 我打到最高寡驗 還是撥毀 以上次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這樣 謝謝 謝謝你的分享 謝謝